今天很开心参加这个未来狂想曲 他们说要用科技的一些食材来做一个料理 那我就想说当时我接电话的时候 未来食材 这个也摆在这边写 未来食材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有未来 会是未来的肉吗 还是未来的蔬菜 还是未来的调味品 我就很好奇 就在主办单位说 不是 因为未来 其实未来就是现在 现在你做了什么 你有什么想法 它就变成未来了 那今天的第一道菜 就跟科技栽子的蔬菜有关系 那因为我们以前 他们跟我说 种这个农田 像我妈妈的人是南投 那边种茶 还有种很多这个笋子 需要很大片的这个土地 那他们说以后呢 现在就已经有了 用LED的方式来这个栽种这些植物 就缩小它的空间 而且呢 它也很 在一年世纪都可以生长这些农作物 今天就有四样农作物在现场 我们来做第一道菜 一公分钟 然后像这种比较宽的 你稍微把它切 翻成这样子 就比较宽的 切一半 但是这家不同的菜 尤其像菠菜跟现菜这种菜 你炒了以后它会烂烂的 会出很多水 所以这种菜不太适合 直接放到饭里面去炖 因为你饭里面需要水来炖 你这菜又会出水 那你水的分量 是不是就没办法抓着稳了 它这个饭可能变稀饭了 所以你的菜呢 有几道菜 比如说菠菜跟那个现菜 我们就格外来炒 把它炒完了以后呢 最后半炖好了 大概十分钟 我们就把它拌进去 把它搅拌在里面 所以那现菜跟那个 菠菜的那个汤汁 很好吃汤汁 也会把它拌在饭里面 所以你吃起来就有一个 饭的菜的香味 这个菜做好 我们把它切到这里 把它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这边用 如果是用素肉的话 因为素肉是大豆制的 很多就是你看到后面 它是豆制品 那豆制品像豆腐 豆类的东西 如果你素肉本身来炒菜的话 它会有点酸味跑出来 所以如果用素肉 把它切成丁 或者整片煎 先把煎香 把那豆香气煎出来 再切丁再进来炒 它就会有那个味道 现菜 这也是可以一直在现菜 现在后面这个比较老 我们用到 这个粗粒那种把它切掉 那比较 你看比较粗粒那种把它切掉 然后剩下来 不会也是切干干一样 大概一公分的 用小等 就可以了 就是在蔚来科技的话 如果是用LEDO 曾经看过一个 很不错的纪录片 它说现在都市都变超级都市 都市越来越大 所以你要运送很多食物 到都市的时候 会花费很多的石油 花费很多的时间 而且会花费的粮食也很复杂 所以说到后来的巨大 Super City Metropolitan 巨大都市 它本身的大楼的上面 都可以种植东西 像一个大的那种农园一样 或者在大楼里面 它可以用LED来种植不同的水果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用了 不同的水果 有奇异果 黄金奇异果 然后有这个葡萄 不同颜色葡萄 有火龙果 有哈密瓜 有这个草莓 然后有一些凤梨 还有一些香蕉 那其实我们在台湾 就可以发现 台湾现在市迹 有不同不同的水果 然后因为科技的进步 我们有一些 两种不同的水果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凤梨世家 以前没有 虽然我爸爸从美国回来 我给他吃一个凤梨世家 他吓到我 他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你一次可以吃很多不同的水果 在家吃水果有时候吃这个人不喜欢吃水果 因为太单调了 就吃一样水果 吃久就嫌腻了 但以后在科技发达的 自己的大楼里面 自己可以栽动水果的时候 你可以栽动很多水果 重点是你一定要把它切成一口大小 再加你香蕉 这盘水果如果是那个 新加坡或香港的朋友们来看到的话 非常羡慕 因为每次我去那两个地方 都没有水果 非常特别喜欢 我们来台湾的这个果园 有点草莓 因为是未来狂想血 所以他们跟我讲要用到这个 奈米盖子的这个牛奶 因为以后可能我们就是奈米牛奶 奈米什么意思 它非常小的分子 所以喝进去的时候 你身体也容易吸收 那连盖子也容易消化了 那这只是一个狂想血 以后大家有更多的这种牛奶的出现 那今天怎么用到这个牛奶 用这个奈米牛奶来做优格 来做一些优格 然后呢 我把它放在那里 我怕没有空间 做一些优格 然后把这个优格 淋在我们这个水果上面 你要知道奈米做出来是优格 其实它很浓吗 把它撒上面 这样子吃还不够好吃 所以我们再加一点 尤其它这样口感 有很多不同水果酸酸甜甜的 然后用优格在上面 增加一种软嫩的口感 然后你再撒一点什么 我们早餐常吃的cereal 这种麦片类的东西 然后里面有一些葡萄干 那有些记者在深呼吸 可能是饿了 或者嫌我煮太慢了 都有可能 对 放一点这个 这是桑胜的果酱 桑胜的手工果酱 我们再把它放在我们这个上面 因为优格本身没有什么味道 这个果酱有点甜甜又有桑胜的味道 加在优格上面 那这样子其实以后的人如果吃素的话 这么一大餐吃下去也饱了 那大家可以围着吃个水果沙拉 有优格有骨类 所以它这个口感非常好 有软嫩的有酸甜的 然后咬起来卡丁卡丁的 然后加上我们这个桑胜手工的这个果酱 吃起来就有甜甜的味道 所以这道非常容易消化 对身体比较很好 这是我们第二道冷盘 一个沙拉